另一個相當熱鬧的地方是在羅東鎮 農鎮農會為了行銷青梅 和南投水里農會來合作 今天上午在農會一起來醃漬脆梅 現場有好多的夫妻以及親子 同心協力來體驗醃梅子的樂趣 為了讓民眾了解更多現實的農產業 羅東農會特別和南投水里農會合作 邀請民眾一起製作醃漬梅 讓大家感受梅子的好滋味 廣場擠滿許多民眾 有的是一個人來 有的是夫妻同心協力 有的則是祖孫來感受第一次醃脆梅的樂趣 增加親子感情 脆梅的製作很簡單 我們首先就是要殺青 殺青的目的就是讓梅子軟化 方便我們醃漬 然後我們第二個動作是拍裂 拍裂的目的就是要讓梅子的酸苦澀 從裂縫退出來 然後第三個動作是醃漬 我們要把門子燃燒 然後再來的動作就是我們要漂水 漂水的目的就是要把梅子的苦澀跟我們醃漬的鹹味漂出來 再來我們就是要漂水 漂水就是在我們製作過程它含有水分 那如果有水分的話容易發酵 那我們把水分脫掉的時候我們就糖漬 那糖漬就因個人的喜好可以糖的增加可以自己增減 另外現場還有很多趣味遊戲公益展示 讓遊客歡樂度過週六假日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曾報道 帥哥 到現在�了 那晚安 我之前也有這個動作 在一起吃 有很多喜好 好 我要